这是一家社区食堂晚上6点前后的场景 近年来,中国多地陆续建起了社区食堂 2022年10月,住建部、民政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其中表示,试点社区应规划配件食堂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2023年7月,商务部等13部门制定的 《全面推进城市一课中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到2025》中 也提到,探索发展社区食堂,建立老年人住餐服务网络 8月17日,记者在某商业查询平台查到 名字中包含社区食堂的企业,一国万家 走访了两家不同的社区食堂后,记者注意到 虽然起源于住老服务,但这些社区食堂吸引的可不仅仅是老年人 我是00年生的,一个星期大概两三次吧 我是98年的,平常我在这里打包回去 90后,一周会来吃三次或者四次这样 蹭饭的年轻人们坦言,如今生活节奏的加快 使得他们很难有时间自己做饭 在哪里吃饭成了年轻人头疼的问题 上班时间感觉是精力都用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回家之后就想休息 年轻人做饭嘛,我最起码两个小时起步 您说我要是下了班之后再回家做就太晚了吃饭 我不会做饭 一般的话父母做饭 如果父母出去有事的话,可能就煮点方便面,凑合一下 一开始定位也是做老年的配套服务 为这些在家的老人提供一些个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食 年轻的客人变多是从21年的后半年到22年 现在不完全统计,但是每天看到的应该占到了40% 30到40吧,这样的比例 基本上是在30岁到45岁吧,差不多这样的 开两个多月,总体上老人比较多一些 6比4吧,6生老人,4生年轻人吧 在社交网络上,一些社区食堂成为了打卡种草 的对象,从菜单上来看,社区食堂的价位 一般都在十几到二十几元便能解决一餐 有的社区食堂最便宜的套餐只需要不足十元 由于菜单设计针对老年人,菜品相对比较清淡 针对于老年人呢,老年人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啊 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些都很普遍 我们针对这一块呢,从菜品的制作上边 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盐,但是那会儿呢,我们又推出了 一看年轻人比较多,然后我们又在菜品上也 比如适当地加一点辣的麻的,当然也更多的要迎合 能到店里的老年人 年轻人的需求主要是放在四小店,主要是服务老人 菜单啊,汤都都是按老人的需求来设计 都是容易嚼得烂的,清淡的 对于没空做饭的年轻人来说 充斥着预制菜的外卖并不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好办法 从儿童小饭桌到老年社区食堂 他们期望能够吃到更多干净健康的饭菜 经常吃外卖的话就吃快餐 然后就所以我就平时单位组织体检什么的 就是血脂什么的也有点高 所以现在也比较注重低烟低脂吧 好多小馆它那个菜并不是太干净 也不是特别好吃油还大 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食堂我们都看得见 外卖的话谁也不知道 而且那个打包盒的话相对来说 确实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些危害吧 感谢观看